自曹丕寄人未亡 短短数月时间 曹修公五虎 孙权求和 孟达来乡 东三郡收复 两线战场捷报频传 形势一片大好 曹丕一时间雄心万丈 改朝换代 登临九五的渴望 也更加强烈 早在曹操去世前不久 孙权就曾上过一道奏表 劝曹操称帝 但曹操却笑着说 孙权这小子 是想将我放在炉火上烤啊 当时前将军夏侯敦 市中陈群 上书还接等人 都曾趁机劝进 曹操最终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实以有正 实以为正 意思就是对政策施加影响 其实就是在执政 若天命在物 我为周文王义 曹操的意思已经很明显 这种事让儿子去做吧 当不当皇帝 我一样说了算 但曹丕不行 他并非创业之主 其能力和威望远远不如父亲 凭借无与伦比的战功 和对军队牢固的掌控力 曹操尚且注冻成灭耿记 甚至不惜必杀寻遇 一生都在与拥护汉式的政治势力 明争暗斗 曹丕又何来这种自信 从青州兵击鼓化遍 不听号令这件事上 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自古至今 全臣的儿孙几乎无人善终 权力只有与皇位绑在一起 才有可能长久的传承 皇帝这个称号 自从被秦始皇创建以来 就拥有了非凡的意义 尤其是在两汉时期 秦帝国随二世而亡 可刘邦和他的子孙 却将其平稳的承接了四百余年 汉武帝时又确立了 君权神兽的概念 柔和了儒家学说 将流性皇位的法统 上升到了神权的高度 由此将自殷商以来 寿命于天的思想 深深的根植到了 普通的世人和百姓心中 这就是所谓的天命 任谁也无法更改 特别是大圣人王莽 在篡位后的悲惨结局 更为异性不能承接天命一说 提供了完美的注解 因此不管是黄金起义 还是董卓乱正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 这只是汉朝的周期性衰败而已 大汉不久仍会再次兴起 这就是为什么鲁肃 在《踏上队》中 第一个提出汉式不可复兴的说法 会如此的阵龙发聩 会如此的凸显出 一位卓越战略家的眼光 这也就是为什么汉县帝 即使已落魄到了露宿荒野 要靠黄金军保命的地步 可四十三宫的元术一旦称帝 也仍然会立刻失敬天下人心 这也就是为什么官渡战前 曹操的劣势如此之大 可嘉许 还要硬拉着张秀归附曹操 而舍弃强大的袁绍 环节甚至不惜煽动叛乱 也要阻止刘表支援袁绍 曹操手里的这块天子招牌 这块招牌背后的那四个亮闪闪的大字 寡人寿命于天 这是何等的魅力 此时曹操对这方宝座 遭遇是颓弦欲敌 他通过九品官人法 取得了士族集团的支持 又利用中卿控制了军权 但想要合法的承接这份天命 还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 公元220年10月初四 曹操从桥县出发 率大军到达曲里 曲里距离汉朝皇宫的直线距离 仅有20多公里 曹操的意图 县帝十分明白 因此主动下达了善未诏书 多数人只知道 曹操曾假惺惺的三次辞让 但详细流程要远比这繁琐的多 大体过程是这样的 汉县帝先下第一诏 大义使汉士天命已尽 愿效仿尧顺 善未给未亡 于是左中郎将李福率先劝进 但被曹操拒绝 理由无非是 古德才浅薄 不敢当也云云 之后 魏国的众臣们集体出场 势中心脾 刘烨 尚书令环阶 尚书陈脚 陈群 散其常事 福迅等人 再次劝禁 曹操再次下令驳回 几天之后 主管天文立法的 太史城许之 上报诸多祥瑞 什么某地 惊献神龙啊 天上出现了会星啊 等等 并以此劝曹操秤帝 被曹操公开下令拒绝 此时 仲臣集团再次上表劝禁 曹操第四次 坚决拒绝 最后 由御史中成司马懿 士御史郑魂 暴勋等人 上表劝禁 被曹操第五次驳回 这次态度明显更加坚决 大意就是 你们谁也不准 再逼我了 好 第一回合完美收官 汉县地随即下达第二兆 第三兆 其流程与第一轮 大同小异 只是劝禁的大臣数量 明显增加 最后演变成数百人 联名上奏 直到汉县地 派来御史大夫张音 持杰 同着传国玉玺 送来第四兆 曹操才勉强回了一个字 可 态度要表现得极为淡定 和不情愿 10月29日 曹操登坛受膳 并在渠里点起一把大火 柴辽告天 宫卿 猎猴 文官 武将 匈奴的蝉鱼 遗族的首领 共数万人前来朝拜 曹操定国号为魏 改元皇初 定督洛阳 自此 立二十四代 绵延四百二十六年的 大汉王朝 宣告灭亡 此时的曹操并不知道 他的这一系列操作 将对历史产生 多么重大的影响 之前只有王莽 是通过善让即位 但王莽已被定性为 乱臣贼子 不值得效仿 而且王莽 当年的仪式并不齐全 连祭天大礼都没办 姚舜又太过久远 而曹操的操作 将被史书详细记录 并成为之后千百年 帝王们争相效仿的对象 以至于从曹丕到赵匡义 这七百四十年间 通过善让改朝换代 成为主流 他们乐此不疲的 纷纷模仿 有的甚至只是将 赵书中曹丕的名字换一下 便原封不动的照搬 仪式完毕后 曹丕走下地毯 他突然对在场的仲臣 说出了一句话 姚舜之事 意思就是姚舜当年是怎么回事 我算是知道了 在曹丕那得意洋洋的笑容背后 中国的天命学说 正在迅速崩塌 哦 原来不只是流星 只要打下一片江山 姓曹的 也可以当皇帝 直到四十六年后 司马炎让这一幕再次重现 所谓的天命说 也将彻底瓦解 哦 原来打不打江山 都没关系 只要脸皮足够厚 权力足够大 任何人都能当皇帝 于是潘多拉摩河被打开 所有人不再心存敬畏 三百年两进南北朝 开始群魔乱雾 什么阿猫阿狗都蹦出来 头戴冠冕 上窜下跳 绝对的忠臣消失了 权臣不篡位 军阀不称地的时代 结束了 有个别现象 也只是因为实际未到 或者只是权力 还不够大而已 几十个王朝 没有哪一个可以长久的延续 以至于之后的唐宋明清 也无一不是靠着完善科举 和更改土地制度等措施 来依靠制度建设 集中皇权 以至高级权贵的出现 而妄想凭借所谓的 寿命于天 来保障一性之天下 终将成为一个渴望 而不可及的传说 中国在上古时期 就有了五行的概念 五行之间互相克制 火克金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又克火 除了相克 五行之间 还有相生的关系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同时每种元素 还有各自代表的颜色 如木代表青色 土代表黄色 水代表黑色 火代表红色 金代表白色 于是根据这套理论 战国时齐国的阴阳家 邹衍 创立了武德中史说 来解释王朝兴衰反复的 历史必然性 邹衍认为皇帝为土德 木克土 所以夏朝为木德 商朝以武力革命的方式 将夏朝推翻 所以金克木 商朝为金德 服饰的主色为白色 武王伐咒建立周朝 火克金 所以周为火德 因此历代周王们都穿着红色的长袍 据这样推算 取代周统一天下的下一个朝代 因为水德 因为水克火 邹衍的这套理论一经提出 立刻便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各诸侯国君都将邹衍奉若上兵 对其深信不疑 后来秦国统一天下 为了给自己的朝代增添合法性 秦始皇宣布秦朝为水德 因此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衣服 都以黑色为主色 西汉建立以后 刘邦淡化秦朝的存在 宣称自己才是周朝正统的接替者 于是刘邦宣布汉朝才是真正的水德 因此刘邦在登基后也穿黑袍 汉文帝15年 博士公孙臣 尚书认为汉朝应为土德 土壳水 所以才能将秦朝吞灭 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于是汉朝从水德改为土德 汉文帝的正式服色也由黑色改为黄色 但汉文帝只穿了一年黄袍 便又开始改穿红袍了 因为刘邦当年有赤帝之子的传说 他认为大汉既是土德 也应邪于火德 因此之后西汉的皇帝们 如汉景帝 汉武帝 也都以穿红袍为主 一直到往往穿汉自立 他认为自己是顺的传人 顺是土德 自己也应该是土德 土壳水 这样一来汉就应该是水德 但王莽不这么讲 他认为新朝是以善让得天下 不是武力推翻 应该用生而不是克 因此汉应该是火德 只有火才能生土 于是就这样 西汉的五行被确立为火德 直到东汉建立 刘秀继续沿用了王莽的这种说法 承认自己是火德 因此东汉又被称作严汉 东汉的都城在洛阳 水克火不吉利 于是洛阳也被改成了洛阳 此外 刘秀又正式确立了滚冕制度 规定皇帝的朝服为赤黑色的上衣 和大红色的下商 这种穿着被一直沿用了近六百年 直至隋唐 此次曹丕代汉 依然按武德宗史说 宣称大魏为土德 因为火生土嘛 随后司马延建立尽陶 土生金 因此晋为金德 此后历代皇帝都在按照善让为五行相生 革命为五行相克的原则 建立自己的正统观 但是自隋朝之后 这种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隋朝为火德 隋文帝以穿滚服为主 但他同时又喜欢穿黄色 他认为黄色显富贵 唐朝为土德 古色为黄色 于是李渊特别将黄色提升到了帝王专属的级别 尤其是赤黄色 严禁民间使用 再加上所谓天命说的崩塌 于是自此皇帝的正式服装就被固定为黄色 不再更改了 因此之后的宋元明清 历代皇帝的朝服皆为黄色 总结一下 三皇五帝随便穿 下人上黑 商人上白 周人上赤 从秦朝到刘邦都是黑袍 刘衡先穿黑 再穿黄 最后穿红 直到西汉结束 王莽穿黄袍 刘秀穿免服 直到唐朝建立 因此曹丕 刘备和孙权三人的正式朝服 都是免服 李渊穿黄袍 直到清朝灭亡 但这仅限于正式场合 私下就不一定了 比如宋朝 虽然赵宽印是通过黄袍加身 才得以称帝 但宋朝其实是火德 因此宋朝的帝王们 在非正式场合 普遍爱穿红色 古德忠使说 直到今天 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它最大的作用 就是帮助我们研究帝王服饰 找出影视剧中存在的错误 公元220年10月底 曹丕在区里登坛登地 刘邪被迁往山阳居住 封号山阳宫 曹丕给了他两项特权 第一是上奏不用称臣 第二是可以继续使用汉朝的历法和年号 但仅限于山阳县境内 作为东汉的最后一任皇帝 刘邪终于彻底告别了自己 长达31年的傀儡生涯 刘邪自伯和 父亲为汉陵帝刘洪 母亲为美人王荣 东汉的后宫等级森严 美人在诸嫔妃中的等级并不算高 还排在朝夷 节鱼 行俄和荣华之后 更别说母仪天下的皇后了 当时的后宫之主是何皇后 何皇后出身于南阳的一个屠夫之家 为人狠辣 性情粗矣 他的大哥是大将军何晋 二哥是车骑将军何苗 因此仗着娘家的势力 何皇后在后宫中非常跋扈 此前何皇后已经为汉陵帝 生下了一个男孩 就是刘汉 所以王荣在得知自己怀有身孕之后 立刻便陷入了恐惧之中 他知道这个孩子一旦降生 自己的命也就没了 因此王荣便服了药物 想把孩子打掉 可没想到肚子里的胎儿竟然丝毫没受影响 王荣猜想这可能是天意吧 因此就改变了主意 公元181年 刘邪在洛阳的皇宫中顺意出生 当月王荣便被和皇后用毒酒镇杀 一降生母亲就撒手人寰 这似乎预示了刘邪不同寻常的悲剧人生 但好在父亲对刘邪颇为喜爱 汉灵帝怕和皇后在下毒手 于是便将她交给了自己的母亲董太后抚养 刘邪比刘邪大五岁又是低出 因此皇位本来与刘邪没什么关系 但刘邪却举止轻浮 一看就没有做人均的气度 相比聪明伶俐的刘邪差距甚远 汉灵帝本想直接将刘邪立为太子 但由忌惮和氏兄弟的势力 导致迟迟没下定最后的决心 公元189年5月汉灵帝在洛阳去世 临终之前将刘邪托付给了自己最信任的宦官首领 简朔 简朔本想先杀掉何晋再立刘邪为帝 可不想消息泄露计划失败 刘邪得以成功继位 九岁的刘邪被封为陈流王 不久简朔便被何晋所杀 七月在何太后的逼迫下 刘邪的祖母太皇太后董氏在宫中忧居而死 这两人的先后离去也让刘邪失去了最后的依靠 他的命运自此被完全捏在了别人的手中 更可怕的变乱随即出现 同年九月 大将军何晋被宦官张让所杀 袁绍和袁树兄弟在文讯后 趁夜带兵攻入皇宫 与宦官展开厮杀 激战了一夜 张让等人在穷途末路之下 便挟持着刘邪和刘邪逃出皇宫 来到了小平津上书卢职和河南中部院民共率骑兵随后赶到 自知大祸临头 张让等最后十几名宦官 随集体投河自尽 于是刘邪和刘邪便被放到板车上 拉着原路返回 却不想刚到北王山就迎面碰上了董卓的大军 一见到凶神恶煞的董卓 刘邪吓得鱿轮刺 嚎啕大哭 刘邪则举止如常 对答如流 董卓十分高兴 暗字里也对流邪嘖则称奇 这波厮杀让京城洛阳势红遍野 也让百年来交替掌权的外戚势力和宦官集团集体团灭 朝中出现了权力真空 董卓自称司空 趁机控制了朝政 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震慑百官 回宫仅三天的流变 便被董卓废除为红奴王 流邪得以登上皇位 天道好轮回 仅一个月后 失去了外戚势力庇护的何太后 便被董卓用毒酒镇杀 次年正月 典军校尾曹操和陈刘太守张淼 在吉武率先举起了反董的义旗 轰轰烈烈的董卓讨伐站拉开了序幕 当时董卓非常惊慌 他怕人们会利用帮废地流变复卫的名义做文章 于是便派郎中令李如将15岁的流变强行毒死 这是流邪的最后一个亲人 母亲 父亲 祖母 哥哥 他们一个个的在流邪懵懂的童年世界里匆匆离去 对年仅10岁的流邪来说 他可能并不明白灾难为什么会始终如影随形 权力 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追逐他的路上 流邪就像一尊遗胎被搬来搬去 这方散发着腐臭和血腥味的冠冕 没给过流邪 哪怕一天真正的自由 却早早的让他失去了所有的至亲 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 公元190年2月 流邪在董卓的逼迫下迁都长安 两年后董卓被吕布刺杀 但仅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李觉郭四等人就起兵反叛 攻陷了长安城 流邪再次沦为梁州军阀的长中傀儡 董卓虽然惨暴 但好歹还算有点政治追求 对流邪的一时供应也不从短缺 起码从表面上给了身为天子的流邪 基本的尊严 但李觉就不一样了 当时后宫中的很多人甚至连衣服都没有 流邪请求分发国库中的布料 却被李觉拒绝 流邪只好下诏 将自己御用的马给卖掉 用卖马的钱交换衣物 可李觉竟将国库里的东西全部拉到了自己的军营中 之后李觉与郭四爆发混战 乱兵们冲进宫里 剑枝甚至都射到了流邪的脚下 很快流邪便被李觉强迁到了军营 当时正值盛夏 皇帝和工人们却饿着肚子 流邪派人去求李觉 李觉竟送来了一些腐烂的牛骨头 臭的根本没法吃 公元195年6月 镇东将军张继从陕县赶来劝和 李郭二人终于答应和解 引长安城也被糟蹋成了一片废墟 于是众人商量着 先把皇帝和百官签到洪农赞助 7月 流邪的车架在董城 杨凤等人的护卫下驶出长安城 一路上 各派军阀又连续爆发激战 流邪则一路逃到了华阴 当时已是农历11月份 天寒地冻 一行人却找不到人家借宿 只能在野地里露营 还是杨凤派人去河东 请来了白波军的首领胡才 李乐 韩仙和匈奴左贤王去碑 这才将李爵等人打退 白波军就是黄金军的余部 几年前 就是这帮人首先喊出了 推翻汉朝的口号 可现在堂堂的大汉天子 竟然落魄到了 要靠黄金军保命的地步 不知道此时流邪的心里 是什么感受 同年12月 流邪穿着早已烂得 不成样子的滚服 在陕县渡过黄河 然后一路徒步前进 走到了大阳县 这才找到了一户人家暂住 流邪住的那间屋子四处漏风 连门都关不上 军臣们一试时 士兵和百姓们就趴在篱笆上观看 一边喊叫 一边嬉笑打闹 有的将领不等通报 就带着酒肉创到流邪的屋子里 随地一坐便开始吃喝 附近的百姓都成了朝廷官员 有的还当上了校尉 御史只能用锥子给他们刻印 就这样还供不应求 公元196年7月 流邪终于回到了 阔别六年之久的洛阳城 可这里却早已被烧为摆地 百官们只能靠挖野菜冲击 流邪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全臣 受益于曹操在军事上的成功 流邪才得以在许昌 过了24年安定的生活 早年流邪也曾有一些信任的大臣 比如一郎赵岩 但他很快便被曹操处死了 流邪也并非不会反抗 他曾愤怒的对曹操说 如果你还想辅佐我 就请你宽厚一些 如若不然 那就将我废掉好了 惊得曹操出了一身的冷汗 但流邪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这就决定了 他只能依靠军阀 在乱世中生存 别说曹操 就算孙权刘备又如何 有谁会甘心将自己的军队 交到朝廷手里 其实董承的为人 比曹操更加不堪 从长安出逃时 董承见夫皇后手里 拿着几匹娟 便杀死了皇后身边的宫女 硬抢了过来 鲜血溅了夫皇后一身 这种人怎么可能真心 匡扶朝廷 就算曹操真的死了 那也只能是 酿成更大的变乱 曹洪和夏侯敦这些人 又怎么可能 听从流邪的指挥 所以一代赵事件 就成了二十岁的流邪 最后的挣扎 所付出的代价 就是与曹操彻底的 撕破了脸皮 君臣二人自此心照不宣 随着董贵人的死 流邪大彻大悟了 他不再抱有任何的幻想 什么关渡大劫 什么赤壁敖战 什么关于威震华夏 什么张辽八百破十万 这一切的一切 与自己不再有半分关联 流邪就这样安静的 坐在皇宫里当起了赤瓜群众 直到二十年后 扶皇后被处死 流邪也只是无奈的叹息道 天底下有这样的事吗 之后便不再说话 第二年 曹操的女儿曹洁 被策立为皇后 夫妻之间的感情 貌似非常不错 毕竟此时的流邪 已经十分佛系 曹丕登基之前 曾派使者索要传国玉玺 流邪当然没意见 可曹皇后却不愿意给 最后还将玉玺扔在地上 哭着说 上天不会保佑你们 论自身素质 流邪在东汉的历任皇帝中 能排到终上水准 他聪明过人 举止端庄 连袁术都评价他 有周成王的风范 当年李绝掌权时 关中曾爆发大汉 百姓们只能一字相识 流邪于心不忍 因此命士玉士侯文 开仓放梁 在城内给基民们煮粥 这一年流邪虽然只有14岁 但已经很不好糊弄了 他暗中派人出宫调查 发现饿死的人并未减少 因此将侯文以贪污罪打了50停仗 流邪怕官员们再弄虚作假 于是便亲自拿着梁具去撑米 自此长安城内饿死的百姓 才逐渐减少 流邪天资聪慧 也有善待黎明的人者之心 但奈何声不逢实 在严密监视的山宫高墙里任人摆布 即使光武再生 恐怕也是无能为力 流邪退位后的生活 正始终没有记载 公元234年4月 54岁的流邪并逝于山羊 是号孝宪皇帝 史称汉宪帝 这是个美式 事法上说聪明睿者约宪 当时的魏民帝曹锐 还曾率群臣 亲自枯寄平调 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亡国之军里 流邪能捞个善终的结局 绝对堪称幸运 可眼下曹批篡汉的戏码 算是唱完了 成都的刘备 却被晾在了一边 这下连皇帝都没了 你又给谁当的汉中王呢 没办法 此时的刘备 也只剩了一条路 那就是登上高台 向着全天下的世人 和百姓们宣布 大汉没有王 你的皇帝回来了 孙权偷袭荆州的行为 让孙流联盟突然破裂 也让三族鼎立的形势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为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 孙权和刘备都在主动向曹魏示好 以期先将对方置于死地 早在关羽围攻樊城时 司马懿和蒋济 就曾给曹操献祭 许各江南以奉全 被曹操采纳 关羽死后 曹操履行了之前的承诺 表孙权为票棋将军 领荆州墓奉南昌侯 孙权则派去了校尉梁玉 给县帝尽献贡品 并将几年前俘虏的 卢江太守珠光等人送还 此外 孙权还趁机命将领王敦 在北方采购了很多战马 双方的关系 以时间非常密切 逃批成绩之前 孙权又上赶着前使奉献 送来大量的礼物 祝贺魏王登基 而远在西南的刘备 也没闲着 事实上 自从荆州丢失 关羽被杀的消息 一传到成都 刘备便打定了东征的主意 并开始提前布置 公元220年初 刘备听闻曹操去世 便派军谋院寒染 带着文书前去调记 还送来了一些赎警 作为丧礼 这是一次极不寻常的行为 刘备跟孙权不一样 江东的外交政策 本就是左右摇摆 可刘备自20年前 袭杀车咒 攻占下批以来 与曹操的仇恨 便已是不共戴天 曹操也对刘备恨之入骨 不管是孙权 张鲁还是辽东的公孙杜 甚至于西北的蚂蚁 曹操都可以与其互通使者 在谈判桌前就坐 但唯独与刘备 无半分和解的可能 赤皮战前 曹操给孙权下战表 对歌剧江东的孙氏 谈剧娇州的嗜谢等人 只字不提 却写到奉辞罚罪 会列于无 这位讨伐的罪人 明显是指刘备 会列的猎物自然也是刘备 而刘备的一切军事行动 也都以铲除国贼曹操 兴富汉士为口号 可这次刘备竟然破天荒的 鼓动示好 其目的已是不言自明 如果在孙刘交战时 曹操能配合刘备 在江东以北施加压力 甚至渡江南下 那么面临两线作战的孙权 将故此势必 国座也有可能会提前终结 可曹操却拒绝了刘备的好意 当时韩染经东三郡刚走到南阳 曹操便命荆州刺史 就地将其斩杀 不但彻底表明了 坚决不与刘备来往的决心 才后代降降孟达 并吸取了东三郡 摆明了自己 将继承曹操的遗志 事与刘备此刻到底 孙权知道刘备憋着地复仇 也趁机落井下石 他索性不再承认刘备 对益州的拥有权 将镇危将军刘张 从公安签至紫规 表举他为益州目 又任命周泰为汉中泰首 孙权的潜台词是这样的 老刘啊 你不是想要荆州吗 我还想要你的义州呢 看见没 有大哥曹丕撑腰 战马我都买好了 就洗干净脖子 曹丕和孙权的这一系列操作 没给刘备留半分余地 汉末的天下十三州 曹丕占了九个多 孙权拥有从南阳郡之外的荆州 和从九江郡之外的阳州 还包括较州全境 占了近三个 刘备只有不到一个州 因为义州的南中疫区 此时还并未归之 不管从地盘 人口 兵力 还是统治基础上 刘备都是最弱的一方 一旦孙刘两家联合出兵法蜀 刘备必然会生死国灭 就算两家不出兵 继续维持对峙状态 刘备的境况 也只能是愈加艰难 义州派的旧主刘彰在东 东州派的骨干梦达在北 这两个反流的桥头堡 无时无刻不再诱惑着 鼠中的世子之心 瓦解着义州各派系之间的凝聚力 也挑动着刘备敏感的神经 毫不夸张的说 一陵战前的形势 刘备也被逼到了无路可走的绝境 更可怕的变数接踵而至 同年十月 曹丕登基成帝 刘夕被降为山羊公 刘备的身份突然变得异常尴尬 大汗亡了 刘备统治义州的合法性 也随之不复存在 而曹卫的世人们 却一边享受着九品中正制带来的红利 一边加官进爵 保长改朝换代的崭新气象 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 刘备就将彻底丧失 本地氏族集团的支持 可问题是 曹丕受散的程序是完全合法的 刘夕也是自愿的 就这样曹丕还娶了刘夕的两个女儿 模仿了当年顺娶瑶的两个女儿 鹅皇和女婴的典故 而且曹丕在称帝之后 不但善待了刘夕 还专门去了一趟园林 以正统接班人的身份 隆重祭祀了光武帝刘秀 人家曹丕手续齐全 公开公正 一个章一个签字也没落下 你又凭什么说人家是篡汉的逆贼 联系到目前的处境 再看看自己眼下的官职 刘夕的头都要欺诈了 前朝汉中王是什么鬼 这大魏山羊公又是什么鬼 好好好 既然如此 那就不要怪兄弟不仁义了 刘夕退位之后 到山羊当起了闲散公侯 可蜀中却传闻说 他已被曹丕杀害 从许昌到成都 观山万里 小道消息满天飞 这并不奇怪 只是看刘备更愿意相信哪一条而已 对于刘备来说 刘邪被害无疑是最有利的 这样曹丕窜逆者的身份才能坐实 自己也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登上皇位 延续大汉的过坐 于是刘备穿上校服 亲自为刘邪发丧 并追视其为孝敏皇帝 此后一周各地的官员 都在争相报告祥瑞 各种神异现象开始截二连散的发生 偏将军张义 黄泉 一周别价赵作 至终从事杨红 劝学从事乔州等人 率先上表劝劲 但被刘备拒绝 随后太父许静 安汉将军弥足 军师将军诸葛亮 太常赖公等众臣联名上书 劝刘备登基成帝 刘备仍未明确表态 其实这是正常程序 刘备必须要在满朝文武的多次劝劫下 才能扭扭捏捏的答应 要表现的极为矜持和不情愿 可这时前部司马费师却上表反对 他写道 殿下是因为曹操父子篡夺地位 所以才客居异乡讨伐逆贼 如今强敌未灭就先自立为帝 恐怕天下人会感到疑惑 刘备看到费师的奏表非常愤怒 刘备被杀的谣言很快就会不攻自破 必须要抓紧时间把登基的事办完 你这不是添乱吗 于是费师当即被变为永昌郡从事 虽然两年前刘备称王的时机并不恰当 但这次称帝却是一次正确的选择 如果不趁早扛起汉室正统的旗帜 那么在政治上就会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局面 诸葛亮也对刘备说 现在曹丕篡汉 天下无主 您是皇室后裔 即位登基 合情合理 士大夫们长期追随您 也希望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建功立业 公元221年4月 刘备在成都武丹山举行祭天大礼 正式加冕为皇帝 国号汉 史称祭汉或蜀汉 改年号为帐武 并建立宗庙 大赦天下 诸葛亮被拜为丞相 鲁尚书士 贾捷兼太子太父 关羽和法政相继去世之后 诸葛亮再无对手 此时已是名副其实的二把手 文官方面 许静为司徒 赖公为太长 刘八为尚书令 马良 廖吏为士忠 这些大多都是虚指 因为诸葛亮 鲁尚书士 所以刘八这个尚书令的权力 也已大大降低 武将方面 马超为票祈将军 张飞为车祈将军 领私利校尉 魏延为镇北将军 简汉中太守 吴义为关中都督 李辉为来祥都督 随后 刘备李吾氏为皇后 长子刘善为太子 次子刘勇为鲁王 三子刘李为梁王 安顿完内部事务 刘备便开始集结军队 准备征讨孙权 对于这场战争的评价 历来有诸多争议 有人认为不该打 也有人认为应该北伐 而不是东征 其实这两条路都是走不通的 此时孙权已经完全倒向了草皮 刘备已被逼入了无路可走的绝境 以一周之力对抗整个天下 不寻求突破就只能是慢性自杀 论功 刘备确实应该被罚 因为你已经做了第二个刘秀 可王马还在洛阳呢 你不去剿灭窃居地位的国贼 反而去进攻一个南窗猴 这确实说不过去 但问题是刘备若乏位 需要先翻越大巴山到达汉中 然后在北上穿越秦岭 进攻关中或梁州 且不说梁草供应能否保障 就算侥幸得胜 孙权也一定会在背后偷袭 有荆州的教训在 战端一开 江东多半又将渔翁得利 这也是刘备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北伐的另一条线路 就是到达汉中后东进 攻打新城郡 有汉水河道可以利用 梁朝转运的压力会小得多 可将孟达击败后 下一步就又要面对魏国的相反重镇 自关羽被杀 荆州军覆没后 以刘备现有的水军战斗力 拿下襄阳和樊城的希望非常渺茫 当时的新城郡只有不到两万人口 刘备若具倾国之兵 但这两线作战的风险 只为夺回一个新城 实在意义不大 因此十几年后 诸葛亮的北伐 也要以与孙权重新抵结盟约为前提 否则根本无法成行 但刘备如果选择东征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关中的卫军主力若想法属 必须要翻阅茫茫秦岭 只要命魏延收好汉中各关爱 就不用担心有后顾之忧 相比之下 魏军若趁孙刘交战时南下直席建业 代价则要小得多 因此刘备判断 曹丕要么趁机收渔翁之力 一举攻灭江东 要么隔岸关虎斗两不相帮 总之这场战争一旦爆发 孙权的形势明显会比自己更加凶险 果然这边刘备刚决定出兵 此前还一脸凶象张牙舞爪 嚷嚷着要攻占益州的孙权 立刻就软了 为我们表演了一把 什么叫秒怂 得知刘备决意东征 孙权的心中充满了恐慌 他不再嘴硬 而是亲手写了一封求和信 派使者送往鹏都 但刘备并未接受 南郡太守宣承和诸葛锦也给刘备写来书信 信中说 您与关羽的感情还能比得上汉室基业吗 京都的大小还能比得上尔格天下吗 希望您仔细考虑 对曹丕和孙权的仇恨 谁应派在第一位 对诸葛锦的劝阻 刘备仍旧不予理睬 其实刘备铁了心东征 除了考虑到地缘因素的便利 可能会让江东父辈受敌 还有一条重要原因 就是手下群臣的态度 叶州的文武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派系 首先是刘备的老部下 这群人大多在关渡战前就开始追随刘备 忠诚度最高 跟刘备的私人关系也最好 如关羽 张飞 弥竹 赵云 刘衍 简庸 孙前 陈道 第二是荆州集团 这群人加入的时间是从公元2002年 刘备囤住心意 到211年入宿作战这九年间 在此期间 刘备占据了京南四郡 对士族人才具备了初步的吸引力 因此 荆州派不仅人数众多 质量也颇为上乘 比如诸葛亮 庞统 刘峰 马良 马肃 黄忠 魏延 蒋婉 费一 伊吉 廖立 赖公 霍俊 卓英 杨姨 邓之等人 第三就是东周集团 这一派戏最初是指 在刘烟主政一州时 入属避乱的关中和南洋流敏 后来范指早于刘备之前 在属地做官的外来世人 比如法正 孟达 唐熙 摄源 李延 许静 刘八 吴毅 吴班 董允 等人 在刘备到来之前 东周派是一州政权的主导 因此这些人大多都是刘张的低系 位高权重 第四就是一州本地的士族集团 代表人物有黄泉 张义 李辉 杨洪 费施 张义 秦密 藤亚 河宗 乔州 等 一州派 虽人才积极 但刘备作为一支外来礼貌 本质上与刘烟 刘张夫子并无区别 因此对这些人同样缺乏信任 最后就是一些无门无派的详将 比如马超 马戴 王平 刘备对这五类人的信任程度 大体上是依此递减的 总的来说 刘备对老部下和京州派的态度是重用 对东州派的态度是拉拢 而对一州派和详将的态度 则是打压 比如四位曾掌握核心权力的重臣 诸葛亮 法政 关羽和张飞 就是两个老部下 一个京州派 一个东州派 再比如制定鼠科 帮刘备立法的五个人 诸葛亮 法政 一级 刘霸和林炎 就是京州派三个 东州派两个 直到刘备通进时 关羽 弥主 法政 庞统等人都已去世 一州未来的格局也是非常清晰 随着刘备的老部下们日益调零 署中的统治权柄 迟早要交给以诸葛亮为首的京州集团 可现在这帮人的老家 却落到了孙权的手里 这让刘备稳定人心的难度大大增加 也让诸葛亮的龙中队成为空谈 十年以61岁的刘备 如何忍心将这样一块山河围困的四塞之地交给儿子 又如何放心将年少的儿子 交到这帮无家可归的京州世人手中 为了给关羽报仇 给这群追随自己 出生入死了几十年的老部下的一个交代 刘备必须法武 为了夺回京州 重建自己在京州人和义州人心目中的威望 为下一代有下一份稳定的基业 刘备必须法武 为了打破这两条对异弱的格局 挣脱宿命的枷锁 给兴富汉士保留最后一次希望 刘备也必须要法武 战前曾有两个人站出来反对 一个是义军将军赵云 另一个则是从事记究秦密 赵云说国贼是曹丕不是孙权 应当尽早被罚 与江东的战端一开 再想停止就难了 可见赵云并不是反对打仗 但要看跟谁打 刘备知道赵云的意见完全是出于攻心 因此并未责备他 但既然赵云不赞同东征 刘备就留下他负责都督江州军事 秦密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说天时不利 此时出兵必难取生 秦密是免主任 他的话也代表了这各亿州派的意见 打什么仗不是祸害老百姓吗 再说输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果然刘备大怒 下令将秦密关入牢房囚禁起来 事实上只要荆州集团没人表示反对 就无法动摇刘备的决心 此战刘备提供了大量优秀的年轻将领 除了小舅子无班和自告费用的皇权之外 几乎清一色的荆州系 大都督冯锡 荆州南军人 前部大都张满和别部都督赵荣 都是荆州人 辅匡 廖化 隋军参谋马良 三人是荆州襄阳人 芙蓉则与魏严同乡为荆州异阳人 刘备的军事实力一直弱于孙权 此时其机动兵力只有五万 而孙权早在赤壁大战前就拥有下五万随军 合肥之战时能动用的兵力 就达到了可怕的十万人 因此刘备想要一战而吃掉江东 并不现实 从他进军的路线和选择的武将班底上来看 其实刘备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传播华夏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